从楼上往路边拍下这张照片 这辆车停在路边 解引擎盖和后车厢都是打开的 但临停在红线上 车后摆了三角锥 是车子故障吗 只看到驾驶坐在车上 一直滑手机 过几分钟答案揭晓 驾驶把引擎盖盖上 三角锥收好坐上车 居然直接开车走了 难道车子根本没有故障 工程用三角锥怎么是会放在车上 大概五分钟超过之后 只在收三角锥 然后前后都盖起来 就准备开车 打开前后车厢 难道是假装故障真围停吗 民众在高雄凤山直击 也让网友惊呆了 他完成了我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这实在是很专业 生活智慧王 时间到了车子自然就修好了 红线临停新警戒 黄灯然后停在那边 开单的话就讲不过去 但警察提醒不管有没有故障 只要围停红线都会被开罚 600到1200元 车子故障一样要罚 需要想办法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另外店家拉布条抗议 扰民警察可以不要一直在 我们店门口抓违规吗 还给不给人做生意 时机来到现场 的确一旁就有远警正在取缔 会有警察会监局什么之类的 那当然有信啊 如果是店家的话 可能会蛮困扰的 因为毕竟有一些民众会比较 对这个比较反感 警方解释因为这个路段 是容易造势路段 才会加强取缔 日后会尽量调整 避免影响店家正常营业 只能说围庭乱象无奇不有 记得拆双几城安山高雄采访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 就会帮你回头 感谢观看